新聞繼續總結頭四來講一次 在康瑞鳳台入大地上東往生的西南企流 地流在南臺灣 也為港以西区帶來盡量的合作 隊長會保兩點到今天 早上十點就已經降下在四百十九合米的火龍 已經超次超大合合的標準 在港以西在早上也緊急來散步停班停課 市長有明會已經早上七點還不夠 就曾王仔和印本中心來擎盡機會 聽出在一起報告 當時也來到康瑞鳳台入大後的時針 盡量拼命多次要稀釋自己安全 六個月的好大後後 港以西團四位就要淹水財政 港以西東運輿一早就財政在 海印本中心聽出財政報告 教會講很會議 要求港以西政府團隊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同時緊急來散步停班停課 康瑞鳳台無必要盡量多次 要注意自己安全 因為這水實在是太大了 而且又是急降雨 而且又是整個山區的雨量 來到市區的時候 這時候到一個半小時就來到市區了 所以嘉義市目前為止呢 也除了綜藝橋以外 所有的連外橋樑全部都封閉了 那我們想在這一個緊急狀況當中 感謝所有的市民 大家彼此在這裡做好最好的一個 緊急的一個準備 那我們想目前呢 我們疏散的一個人員已經有高達有65位 疏散65位的人員讓他們也脫困了 也到緊急的避難所 那我想我們在這裡呢 那還是呼籲所有的鄉親注意一下 減少外出 康瑞鳳台為港以市 住來超多好後 對早上的2點開始一直到 今天早上10點為止 康瑞鳳台總共港下四百十九 和米的驚人口中 康瑞鳳台為港以市住來好大後 港以市政府已經接到 很多人的災情通報 大部分都是倒入淫水 包括在地中島過後 讓市民變色 市區的節水也已經漸漸退去 最新新聞就沒有明昆雪傘 港以市 蔡侯伯德